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在雅典为大家现场介绍的 本届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进入前八名的比赛 大家看到的是非常熟悉的中国选手马林 和瑞典老将有长青树之称的瓦尔德内尔 他们胜着将进入前八名 那现在从整个形势来看呢 他们是争夺最后一个前八名的位置 那么在排序上呢 第一个前八名的位置 是已经王立琴战胜了朱师赫4比1 高丽泽战胜了佩尔森 庄志淹战胜了吴尚银 王浩战胜了一个多名一家的选手林区 然后柳成敏战胜了蒋鹏龙 梁祝恩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沃尔战胜了施拉格 那么这场比赛胜者将进入前八名 和波尔来争夺前四名 现在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一上来双方展开了对拉 马林气势还是不错 现在场上比分是1-0 马林侧身把球拉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娃尔德里尔他表现得很松起 这也是比赛的经验 因为在乒乓球比赛里面 如果身体能够松下来的话 那么很多球呢就容易处理好 如果身体硬 那这个球就不太好打 现在场上比分是2-1 马尔格尼尔发球 比赛一开始呢 这个火药味就比较浓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前八 进入前八以后呢 将和波尔和施拉格的胜者 来争夺前四 所以这个小区里头呢 都是比较硬的 马尔德里尔一直是 中国队的一个主要对手 他的主要特点呢是 在关键性的大赛中 他发挥的往往是能够超水平发挥 经验十分丰富 有游击队长之称 他比马林呢是大了整整15岁 马林是今年24岁 瓦尔德里尔是1965年出生 今年39岁 也就是在马林刚刚9岁的时候 瓦尔德里尔就已经获得了 1989年的世界锦标赛的 男子单打的冠军 现在比赛刚开始 双方呢一上来 都是积极主动进行抢购 现在马尔德里尔把球拉起来 马林出击他一个正手 那马林今天士气很胜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4 现在马林发球 马尔德里尔经验很丰富 特别是在发接发路环节上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一个是比较松弛 一个是比较镇定 在接发球的时候 方法比较多 另外他封线路 马林拉他正手的时候 他退到后边容易式的封这个线路 好球 刘国梁获得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冠军 好的冲中路 马尔德里尔呢 是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的冠军 孔军辉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这个2004年的雅典的冠军 究竟马林能不能拿到 这场球也很关键 因为瓦尔德里尔经验非常的丰富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5 马林领先两分 刚才是用了一个广接 好像要侧身弓 然后撇一板 这也是瓦尔德里尔的特点 他的接发球的花样很多 7比6 白短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前三板技术非常的过硬 不仅不吃发球 而且控制的非常短 然后上手的时候呢 球出手很急 而且往往是直线 现在场上比分是7平 这是个机会球没有打到 现在中国队的没有比赛的选手 都坐在下面给马林加油 7比8 马林德里尔发球 高跑球 马林德里尔一般是在大赛的时候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另外到场上以后呢 他这个打球算计的比较好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8 那这是个运气球擦边了 现在马林露后一分 瓦尔德里尔看来是对马林这个球啊 严重的比较透 特别是马林正手上手的时候 威胁是相当大的 但是对瓦尔德里尔现在没有太大的效果 他往往是退后一步 然后把球封回去 紧接着就形成了反手 来攻击马林的反手 现在场上比分10比8 往是等点发球 自杀一个 9比10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9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漂亮 这个球主要是打的角度 采取了拉球的侧步 拉出侧弗仙球 来加大这个角度 而且增加了保险系数 这样瓦尔德里尔在第一局比赛中呢 就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在第一局比赛中 马林发挥还是不错的 而且士气比较旺盛 但是从经验上来看 瓦尔德里尔呢 对马林的这个球啊 看来是有研究 而且吃的比较透 最后一个球是偷袭了马林的正手 第一局呢 是相差2分 11比9 拉尔德尔先生 从这次男子弹打呢 可以说是 群雄并起 现在呢 已经 进入前8名的选手 前面是王立琴 他是战胜了朱世贺 然后中国香港的高丽泽 战胜了瑞典的佩尔森 4比1 中国台北的庄志渊 战胜了韩国的吴尚银 4比2 然后中国的王浩 战胜了多米尼加的一个 也是前中国的一个运动员 叫林举 然后呢 就是柳成敏 4比3 战胜了中国台北的蒋平龙 中国香港的梁祝恩 是 4比3击败了萨姆索诺夫 这也是爆了个冷门 然后呢 是德国的波尔 战胜了老将施拉格 也是4比3 打得很艰苦 第7局是11比6 那么现在呢 就这场比赛的胜者 将和波尔来争夺前四名 白短 拉起来斜线 我们看到今天 瓦尔德尔封马林的斜线 封得非常好 很有准备 一般的来讲呢 马林 他的攻击性是非常大的 出手快 不好防 但是瓦尔德尔今天的防守 解决得非常好 切一般 这个也有所变化 就是瓦尔德尔现在比较注意赢钱 过去打球呢 往往他是退的后头比较多 但是今天大家可以注意 经常是一些赢钱的球 所以这也表现了这个老将啊 经验比较丰富 在一个队奥运会 他很重视 所以往往呢 能够打出很多超水冰球 又防了一个 所以这就是经验 看一看这个运动员 他就知道他出手 往哪儿出 然后防的时候去怎么防 马林这个球接发球接的不好 在第一局呢 马林是9比11落后 输了 那么第二局 现在又是1比5落后 形势呢 不是很有利 球发的有点长 马尔德尔呢 这个球啊 他打得很贼 大家看 他拉球 他一般加一个往侧走 就是摩擦球的侧步 这样出来以后呢 球是侧拐无限 现在1比6 好的 马尔德尔在这吃了一个罚球 现在马林必须要抓住 自己发球这个环节 好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3 马尔德尔领先3分 这是第二局 现在马林这个路子非常对 控制组短球以后呢 抢在前面 上手抢拉 但是马尔德尔呢 肯定是多变 马上他就要采取变化 所以马林要注意 你看 接发球又是侧撇 侧身缓完了以后 直接撇一板 今天马尔德尔运运气不错 几个擦楼 擦边 4比7 马林发球 又封住正手了 今天他把马林的一个线路 封得很死 基本也是采取 从正手突破 就是给马林的正手 马林的上手以后呢 直线可能性很小 所以拉斜线 一拉斜线 马尔德尔就封住这条斜线 很久没有看到老瓦 这个这么漂亮的球了 今天呢 确实他发挥的非常出色 马尔德尔常常是在大赛里边 表现的非常好 比如说在悉尼奥运会的时候 他当时的水平可以说 已经有所下降 但是呢 在奥运会的时候 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结果在决赛中 输给了孔灰 获得了亚军 现在6比9 马林发球 这样打对马林很不利 因为瓦尔德尔首先上手以后就形成相持 形成相持以后 马林是反手 一面 而瓦尔德尔是两面 现在基本上瓦尔德尔把马林的侧身这板冲 给控制住了 现在9比7 偷正手 在马林9岁的时候 瓦尔德尔已经获得了世界冠军 这是89年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漂亮 这个球处理的非常好 白短以后侧身抢冲 马林成功的关键 就是必须要发挥自己首先上手抢冲 如果瓦尔德尔要把马林控制住了 这就非常困难 因为瓦尔德尔现在主要是从正手突破 从马林的正手突破 然后封斜线 形成相持以后控制马林 现在反手马林还是相对比较弱 如果测不了身的话 用反手推挡 和瓦尔德尔对反手 是吃亏的 今天热点的很多拉拉队 也在给瓦尔德尔加油 到了现场 漂亮 这时候就看经验了 瓦尔德尔德尔肯定要发出抢弓 马林要控制好发球 结果没有控制好 这样轮到马林发球了 oke 调 反反横拉起来 对瓦尔德尼杀了直线 这样第二局的比赛就结束了 现在瓦尔德尼在前两局 是以2比0暂时领先 形势对马林非常不利 那现在从前两局的情况来看 我们觉得主要虽然是差了两分 但是主要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瓦尔德尼还是很有经验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各位观众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 雅典奥运会的乒乓球 争夺男子前八名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波尔来争夺前四名 此前波尔是战胜了奥地利的 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施拉格 在另外的一场比赛中 中国香港选手梁祖恩 是淘汰了萨姆索诺夫 也进入了前八名 观众朋友 现在瓦尔德尼前两局是2比0领先 现在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首先马林发球 马尔德尼还是采取从正手突破 基本是送马林的正手 猜往送发 大家看到他接发球的时候呢 采取这种侧身像进攻一样晃一下 然后撇到马林的反手 马林的不敢测 通过这个方法 今天呢是瓦尔德尼前面领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又去了 还是压反手 又到正手了 所以今天呢瓦尔德尼人啊 比较成功的运用啊 就是牵制马林的正手 控制马林的反手 破坏马林的侧身抢拉的这板致命的杀伤 然后采取这种游击的战术 到目前为止呢 他发球偷袭马林的正手已经有三次 漂亮 马林这个反拉非常好 现在马林2比3落后 现在马林的正手啊 基本是斜线 所以瓦尔德尼人已经掌握了规律 从一开始 一上来的话 就采取了轰正手的办法 现在四边 好球 直板红拉 4比3 又一个擦边 今天瓦尔德尼人啊 运气也确实是好 现在3比5 马林发球 直板横拉起来 形成对拉 现在长城比分是4比5 所以现在呢 这关键是破了马林的发球 所以马林在发球这一轮次上抢不了 一发球 瓦尔德尼人侧身一撇 到他的反手 他不敢动 然后紧接着起来以后 瓦尔德尼人就拿反手的 横板啊 反手就 推住他的反手 然后 好球 所以关键瓦尼人呢 怎么样摆脱这个问题 这是接发球 直接抢冲 现在马林把比分追成了平局 现在6比6 但是前两局呢 马林呢 都是输了 都是以两分之差输掉的 这一局 马林必须要抓的机会赶回 否则的话 0比3落后 这个球就不好打了 好的 马林现在也改变了一些战术 如果老是发瓦尔德尼的反手 看来是 他这个侧身撇接 对马林的威胁很大 现在去正手短球 效果很好 所以平方球比赛就要变化 一旦不行了的话 就要变 不能总是一个方法 即使有效 你多了他就没效 这几个球马林是找到感觉了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正常情况下的马林 他是抢的很凶 插网重发 看瓦尔德尼这个手上 他有细活 一般在接入球一瞬间的时候 他有时候抖一下子 有时候稍微用点力 他都不一样 这就是经验 所以马林的失误就明显增加 现在马林以10比7领先 这几个球呢 在前三板上 马林呢是占据了主动 控制住了巴尔德尼尔 好球 这样马林在第三局里边 就以11比7取得了胜利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四局的比赛 从马林的优势呢 就是他的这个前三板 尤其是白短 搓长 侧身抢冲 直板横拉 这是他的优势 那对于瓦尔德尼尔的优势呢 就是他的这个前三板 发球发得非常好 变化非常多 经验丰富 相持能力呢 也比较强 另外呢 就是有魄力敢打 到关键时候能够出奇 好观众朋友 现在对马林来讲呢 已经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因为这一局呢 非常的关键 如果马林赢了 就能追成2比2 剩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如果输掉的话 1比3要想翻盘 就比较困难 对马林来讲呢 必须要多动脑筋 因为瓦尔德尼尔呢 是有游击队长之称 他会经常的变化 这个球现在马林呢 没有办法 就是瓦尔德尼尔 到了马林的正手 马林现在没有直线 都是斜线 所以瓦尔德尼尔 吃准了这个球了 现在开局又是不利 瓦尔德尼尔发球2分得分 这球马林发的很转 瓦尔德尼尔准备白短失误了 1比2 马林落后1分 又是斜线 你看这个球就封住了 基本上马林的这个球 一般人来讲很难挡住 但是瓦尔德尼尔今天从一开始 从第一局开始 就封得非常成功 这说明他早有研究 而且有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尝尝比分是3比2 可以看到瓦尔德尔打球 他很轻松 他能够一般的来讲 如果单纯的给他一个打球的这个镜头的话 你可能会感觉不到是奥运会 一般的运动员都非常紧 很兴奋 大家可以看他保持的很冷静 而且很随意 打球很轻松 游刃有余的那种感觉 现在尝尝比分2比5 今天瓦尔德尼尔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搏杀 今天的这个球 他一般的时候 都是年岁大的人 都是打得比较稳 靠无畏失误少 今天他往往是赢前 打出一些高质量的球 现在马林还要加油 马林是中国乒乓队的拼命三郎 他的拼劲十足 漂亮 现在相持起来没有优势 相持起来以后 瓦尔德尼尔对马林的线路 封得很紫 再加上前三版比较好 马林第一版质量 没有完全出来 所以这样瓦尔德尼尔 现在还是在 实际上在操控着比赛 你看瓦尔德尼尔 这次侧身一晃的话 不撇了 突然一挑挑直线 所以他这个变化很多 现在3比8 这是个机会球 这是个机会球 这样马林就非常被动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9 所以他对今天马林啊 对这个线路啊 他吃得非常透 现在马林发球 好的 后期瓦尔德尼尔的一个反手 但是这局呢 落后太多了 已经晚了 恐怕这局要想翻 不容易了 现在瓦尔德尼尔 在第四局比赛中 就以11比5 又取得了胜利 那今天你看瑞典呢 很多的这个观众啊 都到了这个乒乓球馆 专门为瓦尔德尼尔加油 他也是瑞典的一个希望 那么作为中国队来讲呢 这次男子单打 有马林 有王立琴 有王浩 所以三个人 应该说呢 对这个冠军的这个冲击能力啊 要相对强的多 但是每一个人啊 都会遇到非常大的嘴力 王立琴呢 是以4比1 过了朱世贺这一关 高里泽 中国香港的高里泽呢 是战胜了佩尔森 中国香港的另一个队员 梁祝恩 是拼下了萨姆索诺夫 也是4比3 所以在前八名里头 现在目前呢 有两位 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 中国台北的庄务员 是战胜了韩国选手 无上瘾 韩国选手柳成敏 是战胜了中国台北的蒋腾龙 另外就是德国的波尔 战胜了奥地利的世界冠军 施拉格 梁祝恩呢 是4比3 显胜萨姆索诺夫 这应该说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冷门 这样呢 这场比赛的胜者 将和波尔来争夺前四名 王立琴下一个对手 是高丽泽 庄志渊 和中国的王浩 来争夺另一个前四 然后呢 香港的梁祝恩 和柳成敏 争夺 一个前四名 好我们来看看 双方第五局的比赛 前四局呢 瓦尔德尼尔是 3比1领先 今天马林在场上 整个表现的 还是非常的兴奋 但是确确实实 瓦尔德尼尔的这个经验啊 尤其是揭发球的这个侧撇 给马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旦控制住马林的侧身以后 瓦尔德尼尔一方面可以侧身抢攻 也可以用反手 像刚才这样 直接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 就形成了两面打马林的一面 另外今天呢 就是瓦尔德尼尔呢 特别注意了 从马林的正手突破 当马林一上斜线的时候 他就反了 又到正手了 好球 现在马林这个开局不错 现在以3比1领先 你看这个球啊 瓦尔德尼尔就是属于经验 他反手 压到对方反手 他知道你变不了直线 现在3比2 漂亮 结果这个球没有打到 这样瓦尔德尔德尔赛尔德尔德尔斯 这样瓦尔德尔德尔现在把比分又追成了3平 如果这一段的马林不能把比分拉开 打到这个8平9平 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马尔德瑞也发球失误了一个 发擦网 3比4 偷袭正手 今天这个球的牵制作用也很大 偷袭完正手以后 那马林就有顾虑不敢侧身 这时候马尔德瑞的球就跑到反手去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4 看看马林这两个发球 高跑球短的 马林反手是刚才采取了一板切 这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球 那么横板的这个反手的侧切 也是马尔德瑞最先用的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 好的 那这球马林打得非常好 4比6 又偷袭正手 马尔德瑞的线路比较活 你看他到正手以后 角度很大的时候 他可以拉斜线也可以拉直线 而且他做好准备以后呢 就是反拉 反拉到马林的正手 马林扑上去以后 紧接着拉一个直线到反手 这样马林就没办法 就出高球 漂亮 所以现在马林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侧身抢拉 不管想什么办法 一定要创造出侧身抢拉的机会 否则的话呢 让马尔德瑞这样先上手 肯定是被动的 又来了 你看这就是经验 胆子非常大 一看你大概是发这 先就脚底下就开始动了 好球 这段马球的马林的球威胁很大 而且命中率很高 现在马尔德瑞以6比8 6比8落后两分 现在马尔德瑞落后三分 但是他领先两局 在前四局 他是3比1 暂时领先 现在进行第五局 这是马林吃发球了 原因就是说 他经常偷袭马林的正手 所以造成了马林不敢侧身 这时候球就到了反手 只能搓 一搓就高了 马林测不了身的话 这时候双方形成了反手斜线的对阵 这样马尔德瑞反手就可以拉 现在对马林来讲 形势已经很不利 因为前面的比赛 马尔德瑞是处在领先 拉直线 再给斜线 双方的球路都非常刁钻 大家看到现在是第五局 前四局 瓦尔德瑞是3比1领先 第五局到了8比9 所以对马林来讲 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瓦尔德瑞呢 现在他还有两局垫点 就再输两局 还能打结胜局 看马林能不能在这种 被动的情况下 起死回生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 马林是9比8领先一分 这个发球要用好 哎呀 这球瓦尔德瑞接得非常好 没有出台 马林刚要上手 发现这个球很短 再回来一戳的时候 这个球失误了 这样现在是两个 瓦尔德瑞两次发球 到马林的反手 结果白短 没有过 对马林是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 手不能软 刺身响了 结果这球没有拉到 这样瓦尔德瑞尔就以11比9 又取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39岁的瓦尔德瑞尔 在89年 就曾经获得了世界冠军 那么今天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再次发威 淘汰了最有希望获得冠军的马林 那今天的马林 应该说从整场比赛来看 表现的气势还是非常不错 只是说呢 在经验上 没有瓦尔德瑞尔丰富 被瓦尔德瑞尔呢 破坏了马林的这个侧身墙 通过偷袭直线 正手 牵制反手的办法 所以瓦尔德瑞尔看来 确实是一个游击队长 尤其他的发球和揭发球的前三板 确确实实呢 非常的高深 很值得世界的运动员向他学习 我们看到了瓦尔德瑞尔也 个人也非常激动 确实呢 作为一个年近40岁的老将 能够驰骋平坦20几年 很不容易 马林呢 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讲 应该说也是 一个应该很好的总结 就是在经验方面 在这个变化方面 还要加强 一旦呢 自己的特长被对方限制住以后 怎么样能够 有所突破 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目前呢 中国队的王立琴战胜了朱思赫 已经进入前八 王浩 是战胜了多米尼加的邻居 也进入了前八 那么中国队的还有两年战将 我们希望呢 这个王浩能够顺利的过 中国台北庄志渊这一关 王立琴能够过高丽泽这一关 但是对中国队不利的呢 就是王立琴和王浩都是在上半区 所以一旦两个人赢了以后呢 也要是刷掉一个 那么在下半区呢 就是韩国的柳成敏 中国香港的梁祖恩的胜者 将和波尔和瓦尔德纳的胜者 来争夺另外一个决赛权 好观众朋友 奥运会争夺男子前八名的 单打比赛呢 就为大家介绍 这里是由蔡萌解说的 各位观众再见 那么在这两天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的一些 也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